大家好,我是薛奔 感谢大家来学习定商Excel数据分析教程 本套为Excel字表功能和思维拼 本套内容主要是来讲Excel字表方面的最基础内容 我们首先给大家讲一下Excel 它一个发展 然后谈为什么要学习Excel 然后也谈到了Excel学习的误区 然后下面是关于Excel的具体内容 比如说我分三块 第一块是关键的设置跟注意点 有些人对这块非常不注意 导致在Excel使用中 常因为设置的问题 让自己纠结半天的时间 正如环境很重要 环境如果你不熟悉的话 你就会很难去适应它 更别说后面的如何去用好Excel这个工具了 所以我的第一篇内容主要是讲关键 环境这方面一些设置 然后第二块是讲单元格一些介绍 第三块是关于数据处理方面 在字表上的应用 当然最后字表功能是不是万能的 不完化也不会有后面的函数 图表 透视表 以及VBA编程工程的存在 正如我这里文件夹所放的 比如说这是一 这是二 这是三 本套教程是定位于 其事业单位 电子商务 市场销售 人力资源 财务 物流 等数据接触更多的 当然也适合应杰生 因为我认为在校生对一个事业的了解 实在太少了 至少三年前我干毕业的时候 我世俗一点都不会 这里可以从我的文章里 我记录了就是说 这是我的Q空间 然后我领导了我自己Excel实力是如何养成的 比如说 我毕业之前Excel真的一点都不会 反正我大学的时候Excel是彻底的文码 应该说 但虽然这样的我居然把Office通过了 但工作的时候才发现 Office Tips Excel是多么的重要 可能一个VeloCup你不会 你需要加班一个晚上 一个透视表的文本组合 你不会 你要用两个小时 别人只要用两分钟 调境格式 比如说 如果是正值 我填充红色 负值填充绿色 不会的人就会一个个去图 如果几百个格子一个个去图的话 不仅准确率低 而且很容易出错 所以我希望能用这套教程来帮助广大的大学生 因为听说今年有七百二十万大学生将要毕业 而且我自己当初确实Excel是快完全的空白 而工作中所发现 这块是非常有用的 所以我希望通过这教程 而且我会在网易云课堂上进行发布 而且是以比较低龄的 签名的价格 让学生也买得起 这样的话你就不能说 教程太贵了 我买不起 我是穷学生 我让你的这块疑虑也消除了 最后感谢大家学习本台教程 谢谢大家